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的什么病呢 就是腹中如水吼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肠鸣腹泻 那么他自己给自己辩证呢 就是脏腹不调了 因为他是明医 那么自己呢 就开了一些药 这个药吃了以后呢 他这个什么呢 脏腹不调 腹中如水吼 就是肠鸣这个病呢 就好了 但是呢 这个病好了 他又遗留下另外一个病症了 什么病呢 就腰痛 他就开始治他的腰痛 又用药自己治 可能找其他医生给他治 那么治了很久 治了多久呢 三个月 他这个腰痛都还是没有好转 没有好转 而且呢 痛得还比较厉害 也不能什么呢 前驱也不能后痒 后来呢 他就想啊 怎么这么多医生 包括他自己都治不好这个病呢 他又开始什么呢 去查他的源头 就是说到底怎么引起的 然后查来查去 最后回想起来 刚开始呢 是因为这个城里面 就是他住的那个城市里面 淹水淹了几个月 然后呢 就出现了这个什么呢 长明腹泻 他最后就辩证了 是什么呢 水气 我们说这个水气啊 它是比较阴盛的 那么这个水气呢 侵犯了圣经 所以说他想到这儿以后 他说水气是比较阴盛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叫他的徒弟 在他的圣树这边 给他揪了什么呢 三七状 揪了三七状 你看 痛了三个月的这个什么呢 腰痛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 只要你的方法对症 那么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会很好的 所以说这个圣树治腰痛呢 我们说古人常用 可以用纠法 这个是有什么呢 阴寒 或者是虚寒 或者是阴湿水气侵犯这个圣经 可以用这个纠法 另外呢 我们说今天各种原因引起的腰痛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 腰柳伤 腰椎的骨质增身 以及慢性的腰肌老神 都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腎疏这个鞋位是比较常用的 而且这个鞋位呢 有关的现代研究也比较多 比如说艾灸这个鞋位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什么呢 免育功能 特别是对那个红细胞的免育功能呢 我们说提高 应该说还是比较 就是说疗效比较好的 那么提高人体的红细胞免育功能 从中医来说 实际上它就是提高我们人体的什么呢 震气了 对的 另外呢 它是这些痛症 就包括我刚才讲的腰痛 它效果比较好 那么也有相关的研究 就发现艾灸肾素呢 它的抗炎的作用 免育的作用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有很多实验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你看 它就把动物 就是大鼠造模 造成什么模型呢 关节炎的这个什么呢 模型 那么我们说 造模以后再用艾灸给它治疗 治疗呢 一方面呢 是它的症状好转 症状好转 比如说它的疼痛啊 还有它的一些什么呢 就是肿脏啊 那些 都有好转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一些相关的实验研究 也证实呢 我们说这个鞋位呢 它治疗腰痛 包括一些痛症啊 那么效果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鞋位还有补肾益气的作用 那么它这个补肾益气的作用呢 我们说在这儿呢 主要用于哮喘 那么我们经常讲 这个病久了 都要穷逼及肾 对不对 不管什么病 最后久了 都要影响到肾 特别是我们临床上 有一类哮喘 就是老年人的 它长期的这种什么呢 慢止烟 然后呢 肺气肿 最后到肺心病 那么我们中医变症呢 最后就有肾不拉气这个症状 那么这种类型的哮喘呢 大家注意 我们经常就要用到这个什么呢 肾疏这个鞋位 那么用它的一个补法 如果用针就用补法 如果用鞠呢 我们也用温和鞠 隔疆鞠 或者是什么呢 隔腹子病鞠 包括我们的散怪 那么效果呢 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鞋位呢 就是一个补肾的作用 比较好 那么大家要记住的 操作 因为这个鞋位它是在腰椎下了 对不对 所以说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鞋翅的方法 一般呢 鞋向脊柱的方向 鞋向脊柱的方向 那么这个鞋位呢 书上也有的 那么大家看一看它的操作 那么相对来说呢 也可以深一点 鞋翅可以深到1到1.5寸 鞋翅呢 相对要浅一点 我们说就0.5寸左右了 而且呢 这个鞋位是可以鞠 常用鞠法 而且呢 可以用什么呢 灌 散灌的方法 散灌的方法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肾书比较重要的一个鞋位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 深刺呢 如果是直刺 大家注意 还是不能太深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肾脏的 有肾脏的 所以说直刺 大家看我们书上都是什么呢 0.5到1寸左右 你还要根据这个病人啊 他的情况来决定 如果病人比较胖 鞋位比较深 肌肉比较丰厚 对不对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深一点 如果这个病人很瘦 那么我们可能0.5寸有可能都搭不到 搭不到 那么这种病人呢 就要小心一点了 注意 那么根据病人的鞋位深 你就吃深一点 好 钱呢 就吃浅一点 这是我们要讲的肾书这个鞋位 下面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鞋位 气海书 气海书这个鞋位呢 也比较好定位 我们找到第二腰椎 对不对 然后往下属 第三腰椎几图下 也是在后正中线旁开1.5寸 也就是说 他都是在杭光经的什么呢 第一侧线上 那么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气海书这个鞋位 好 气海书再下来腰室 就是我们的第四腰椎几图下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大肠书 大家看一下 也是 你看 脊柱区 腰背部 在我们的什么呢 第四腰椎几图下 后正中线也是攀开多少寸的呢 1.5寸 1.5寸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大肠书 那么这两个鞋位都是在什么呢 腰部了 所以说我们来讲一讲 他们这两个鞋位的共同点 都是在腰椎几图下 对不对 腰三 腰四 腰三 腰四 而且都是在后正中线旁开多少寸呢 1.5寸 他们共同的组织 膀光经的鞋位 那么又在这个腰部 所以说它可以组织 大小便的不利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静置作用 就是治疗什么呢 腰头 也是长选的 这两个鞋位 它的操作基本上呢 也是一致的 直刺 大概呢 也是0.5寸到1寸左右 直刺 0.5寸到1寸左右 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鞋翅 朝着脊柱方向鞋翅 就相对可以什么呢 深一些 但是一样要注意 不要太深 特别是瘦的病人 怕伤到什么呢 腐腔类的一些器官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好 同时呢 这个鞋位 大家注意 也可以用鞠法 我们前面讲到的什么呢 温和鞠 爱助鞠 以及呢 惯 如果偏虚的 我们要散惯 如果偏实的 我们还要在这个地方 给它经常可以 流惯的 流惯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器海书和大肠书 它们的一个什么呢 共同点 你看这两个鞋位 它是挨得比较近的 器海 大肠 这是在腰部 然后再往 这个大肠书呢 还是我们的重点写 除了有刚才我们讲的共同的组织 腰背痛二变不利以外 我们再来看大肠书 我们要重点强调的 那么这个鞋位既是大肠的背书鞋 又是膀胱筋上的鞋位 又在我们的腰部 所以说它的主要作用 我们来看 第一大肠就是疏筋合落 撞腰见腿的作用 这个鞋位最常用的 也是用于腰痛 那么我们刚才讲肾书也常用于腰痛 对不对 特别是有偏的肾虚啊那些 但是临床上呢 还有很多病人 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的腰椎肩盘突出 腰椎的骨质增生 往往也在大肠书这个什么呢 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啊 我们刚才讲 它的定位是在第几腰椎呢 第四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老年人的病啊 像腰椎肩盘突出 还有腰椎骨质增生 一般都在什么呢 腰椎偏下的这个部位 像三四五 特别是三四四五 那么是最容易的 你看它是在第四腰椎下面 对不对 据说这个点常常是病人的一个发作腰痛的一个痛点 经常它又是二四血 你看它本身又是什么呢 大肠书这个书血 就说临床上呢 我们就经常也要用这个鞋位 乃至腰痛 腰痛 它配上其他一些像腰颜官啊 治疑啊 这些鞋位 另外呢 除了腰痛以外 还有就是腿痛 好 特别是我们临床上有一类症后啊 我们叫腰腿痛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西讲的坐骨神经痛 那么就从腰部 臀部一直连到下肢 那么这类的腰腿痛啊 就是我们西讲的坐骨神经痛 大肠书也常常是足血 就是主要的鞋位 好 这是治疗 腰痛 腿痛 腰腿痛 我们说都可以用这个鞋位 那么第二个作用呢 我们来看 它同时又是膀胱筋的一个鞋位 对不对 所以说它通调二变的作用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说临床上大小便不利都可以用这个鞋位 那么大小便不利有些什么疾患呢 一个是便秘 一个是腹泻 那么它又是大肠的背书血 所以说它对大肠的传套功能 大家注意啊 是一个良性的双向调节作用 你看 便秘可以用大肠书 配上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呢 大肠的下和血 上举虚 还有呢 胃那个膀胱筋上的另外一个学位 我们还没讲 成三 待会要讲的 这个也是治疾 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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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比较好的一个学位 那么配上这个大肠书呢 治疗便秘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我们说除了治便秘以外呢 你看它的良性双向调节作用 还可以治疗什么呢 这种腹泻或者是腻疾 那么配的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天书和足三里 这是未经的 那么这个主要是大便不利了 那么由于它是大肠的背书血 膀胱筋 我们前面讲 它的精别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还讲呢 它精别里面有一条分支是什么呢 下草五寸 别入肛中 对不对 所以说它又是大肠的背书血 所以说这个邪位呢 在临床上 实际上它也常用来治疗肛肠的疾患 就是我们说的痔疾疾症这一类的 而且呢 可以用针刺的方法 也可以在大肠疏这个地方呢 给它用挑刺的方法 那么治疗这个什么呢 肛肠的疾患 比如说痔疮啊 这一些 那么也是临床上效果比较好的 我们说作为这个大肠的背书型 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通调二变的作用 主要是调节这个什么呢 大变的 另外呢 小变不利呢 有些时候也可以用 包括老年人的这种什么呢 前列腺的毛病 引起的什么呢 小变不利 那么以及其他的一些术后啊 引起的尿出流啊 尿少尿壁啊 有些时候呢 也可以配合到这个什么呢 大肠术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有关大肠苏的组织 那么主要呢 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它的苏筋合落 状腰见腿的作用 治疗什么呢 腰腿痛 另外呢 就是通调二变的作用 临床上两个作用都用的比较多 腰腿痛 我们说用的比较多 还有一些呢 这个腰腿痛 再发展一下 用于一些什么呢 下肢肌肉的筋卵 就是我们这个下肢的筋卵呢 可以也可以建于什么呢 中风的后遗症啊 这些病 那么也可以这样来用大肠术这个协位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操作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 直刺 直刺呢 不要刺得太深 我们书上都跟我们讲 零点五寸到一寸 那么根据病人的这个胖瘦 我们再来决定它鞋位的深度 那么这个鞋位呢 增感它可以有酸胀啊 有些病人呢 也有麻感的 也有麻感的 那么根据它的病情的虚实 寒热 我们来决定 用不用揪 用不用灌 或者呢 我们说是散怪 还是零物怪 那么都可以根据它的病情 我们再来做辩证 再来做辩证 那么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 大肠书 这个比较重点的鞋位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观元书这个鞋位了 观元书呢 它又往下走了 也是在我们的什么呢 腰部 在腰部 在我们的什么呢 第五腰椎挤不下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还是在我们这条什么呢 第一侧线上 就是后正中线 寒开1.5寸 好 这是观元 然后呢 再往下 腰椎就数完了 对不对 那么就应该抵椎 但抵椎呢 我们说不好定位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小长书 大家注意啊 它也是 在我们什么呢 腰底部了 在我们的底部 应该说准确的说是在底部 那么它是对着我们什么呢 第一底后孔 第一底后孔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找这个第一底后孔了 那么第一底后孔 我们可以这样找 怎么找呢 就是恰后上级 恰后上级 以我们什么呢 以我们底部间的 恰后上级的类缘 以底部间的一个什么呢 凹陷中 但这个凹陷呢 我们称为上寥 上寥 上寥呢 我们说这个不是很好摸 我们待会讲了次寥以后 然后呢 你把次寥找到 再摸上寥 就要好找一些 而小长寥呢 它是在这个什么呢 上寥的旁边的 也就是说 它是你找到上寥以后 画一根平行线过来 然后呢 再在我们旁开1.5寸 画一根垂线 两线相交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小长寥 小长寥 那么大家记住就是 它是在底区的 底部现在因为净化了 大家数不出来了 但是呢 它也是在我们后正中线 旁开1.5寸的 那么具体的点斜位呢 我们实验课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点这些斜位 你看它是横平上寥的 你看大家看这个底 底后孔 有些同学说找不到 那么其实底后孔呢 我们这儿呢 有一块底部 你就看得到了 你看是不是偏要小一些 对不对 就是上寥 次寥 中寥 下寥 你看它就在我们的底正中级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后正中线呢 旁边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侧线呢 就是在这 在它的外 好 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刚才讲的 官员书 小长书 官员书我们说 它是在第五腰椎基督下 旁开 小长书呢 是凭着我们的第一底后孔旁开 它们的位置共同点都在什么地方呢 腰底部 对不对 这个在腰部 这个在底部 所以说它们的组织 差不多的 你看 都是什么呢 腰痛 腰腿痛 还有呢 二变不利 二变不利 大家看一下 它的操作 也是用什么呢 直次的方法 零点五寸到一寸左右 这个没有太多特别的 而且呢 也可以用旧法的 也可以用旧法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提到的 官员书 小长书 那么这两个协位 这两个协位 下面呢 我们来看 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协位 叫什么呢 膀光疏 膀光疏 那么这个协位呢 它就是 在 也是在我们的底区 底区 它平的是什么呢 第二底后孔 大家注意 应该是在这儿 应该是在这儿 平的第二底后孔 它也是在我们的后正中线 旁开多少寸呢 一连五寸 好 那么第二底后孔 我们怎么来找呢 好 我们先把第二底后孔找到 它是在两个恰后上级 我们这个恰前上级 这个是恰级 对不对 恰后上级 以我们后正中线的焦点上 有一个凹陷中 那么先找到第二底后孔 治疗 那么下次点穴的时候 如果点到膀胱筋 那么我们都要给大家把这个第二底后孔找到的 那么一般第二底后孔呢 稍微要大一些 好找一些 那么找到第二底后孔 画一根平行线过来 再再旁开一点五寸 这条直线给它延伸下来 它们的焦点处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膀胱输 好 膀胱输 那么膀胱输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膀胱的背书写 膀胱的背书写 好 膀胱的背书写主要有什么作用呢 又是膀胱筋的书写 又是膀胱的背书写 对不对 据说它的通力膀胱 轻力食热的作用 就是比较好的 据说所有的各种原因引起的小便不利的症候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膀胱输来治疗 配合治疗 比如说小便不利 不管是脑连人的 我们说肾虚了 或者是前列腺的毛病 我们可以用膀胱输 当然也可以配合它的墨血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韧脉上的血味 中脊 那么常配合起来用的 好 这是老年人的小便不利 然后呢 遗料 小儿的这种遗料 我们说 当然和肾有关 但是呢 经常呢 我们也要配合这个膀胱输 膀胱输给它揪 或者是针 或者是罐 那么这罐呢 肉少了就不行了 那么就要考虑一下 看能不能扒上 这是自小儿一料 另外呢 我们内科里面 学的什么呢 灵症 就是小便不利啊 什么尿瓶啊 尿痛啊 尿急啊 这些 那么也可以配用什么呢 膀胱输 配用膀胱输 比如说你看 都是小便不利的病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尿壁 那么尿壁呢 我们说 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名称呢 叫龙壁 龙壁 也常用这个什么呢 膀胱输 好 银床上呢 这个血位呢 也可以用于我们讲的这种什么呢 各种术后的这种功能性的什么呢 尿除流 也可以配用膀胱输 这个血位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它作为膀胱的背书血 以及膀胱筋上的书血 那么它通力膀胱 清理时热的作用是比较好的 常用于治疗小便不利的这些病症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 膀胱筋呢 我们说因为呢 它也是入了我们什么呢 肛 就是别入肛中的 所以说 它在临床上呢 也可以用于治疗这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这种大便传套功能 失常的这些毛病 就是说 我们说二便不利 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小便了 你看 大便 大肠的传套功能 用膀胱输来 也有一个良性的双向调节作用 可以致便秘 也可以致腹泻 当然了 膀胱输和大肠输 我们可以患者来用的 可以患者来用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它第二方便的功能 那么第三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鞋位呢 它位于我们的底部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说呢 它亲密下胶 食热的作用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临床上呢 也常用它来治 妇科的疾病 或者是男科的疾病 比如说男子的胰筋 这个是比较男子的 特别是偏食热的这种 还有呢 我们说妇女的这种什么呢 腐痛 就是有妇科疾病的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什么呢 子宫内膜炎啊 膨腔炎啊 这些 我们也考虑 也可以考虑 用到什么呢 膀胱束 这个鞋位的 就是取它的 清溺食热的作用 这是第三个 第三方面 那么第四方面呢 我们来看看 因为它位于我们底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条筋脉我们刚才讲 是经过了背腰部的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撞腰间腿作用 也是特别好的 临床上啊 这种腰肌降痛 腰腿痛 我们说各种原因引起的 我们刚才讲的 腰的毛病 坐骨神经的毛病 中风以后的后遗症 那么这些呢 引起的腰肌降痛 腰腿痛 以及下肢的一些违壁 都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膀胱束 所以说它的那个 就是使用的这种范围 还是比较广的 临床上呢 治疗这些腰腿痛呢 我们常配的是 尾中 尾中这个血位 我们后面要讲 另外呢 风刺 这是胆筋的一个血位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撞腰间腿 治疗腰腿痛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它的操作 那么膀胱束的操作呢 我们说如果是直刺呢 也是刺的 就是大概是零点八到一寸 分居病人鞋尾的深浅 再来决定了 如果是鞋刺呢 稍微呢 可以再深一点 这个呢 增感也是有什么呢 酸胀感的 有些病人呢 有麻感 这个血位也可以用灸 有些病人呢 也可以用罐 就可以用罐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膀胱束 那么临床上也用的比较多的 好 下面又是我们几个 非重点的血位 但是我们要提提它的定位 分别是棕榈书 百环书 大家看 那么棕榈书在什么地方呢 也是在我们底部 大家注意 棕榈书它评的就是我们的第三底后孔 第三底后孔 然后就是我们的八了血中的什么呢 棕榈 棕榈 那么第二底后孔找到了 当然第三就找得到了 另外呢 就是白环书 白环书在什么地方呢 也是在盘开多少寸呢 1.5寸这条线上 但是呢 它是横平的第四底后孔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下辽这个血位 横平下辽这个血位 大家看 你看这是上次中下八个底后孔 那么分别对的是 小长书 盘光书 中里书和百环书 好 我们来看这两个鞋位 它都在什么呢 底部 这是它的共同点 分别是对中下疗 那么他们在临床上的组织 也有比较共同的地方 主要组织是什么呢 腰底后 包括一些什么呢 腰腿痛 也可以的 另外呢 就是男子的善气 我们说这个兵呢 也经常呢 用到这个什么呢 中语 或者是百环书 这两个鞋位 操作 我们看一下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也是用什么呢 直刺的方法 而且这个鞋位呢 也可以用纠法的 那么大家记住 名称就行了 中语书 百环书 静置作用 腰底痛 比较特点的呢 就是指男子的善气 那么和这条经脉 它前通会音 也有关系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这两个鞋位 在底部的 那么下面呢 好 这个第一侧线 我们就讲完了 对不对 下面我们要来看 我们这八个底后口 底后口 那么我们先来看上鸟 上鸟呢 就是在我们底部 正对第一底后口 那么怎么摸呢 好 我们说一般是先把次鸟找到 然后呢 再往上摸到的一个口 我们就称为什么呢 第一底后口 第一底后口 那么这个次鸟 有怎么摸呢 我们说 它是在我们的什么呢 恰好上级的内下方 内下方 然后呢 我们就摸得到 我们刚才讲的 一个凹陷的 一个凹陷的 它在以后正中线的 焦点上 焦点上 一般取这个鞋位的时候 要俯欧取写 那么我现在讲很多 大家都还是说 摸不到 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鞋位 部位呢 稍微也有一点隐秘吧 那么我们只有上实验课的时候 老师再给大家取 示范取了以后 同学们 你们再相互取 一定找得到 这几个凹陷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上鸟这个鞋位 那么第二个鞋位呢 就是治疗 你看 就是 针对第二底后口 针对第二 第二底后口 你看 我们怎么来定呢 就是 恰后上级 以第二底锥 第二底锥呢 我们说 只有摸它的什么呢 摸它的这个 后正中线 连线的 终点的 这个凹陷处 就说它大概是 我们恰后上级 以我们后正中线 焦点的这个什么呢 终点的这个地方 大多数同学是这样的 也有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下次实验课的时候 我们再点这个鞋位 再给大家讲 如果治疗找到了 那么上中下都比较好找了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治疗的定位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中疗 以及呢 下疗 只要找到治疗了 往下数一个什么呢 底后孔 就是中疗 然后中疗找到了 再往下数一个底后孔 那么就是下疗 这个底后孔呢 有四个对不对 那么两边加起来就是八个 就是我们常说的 八疗血 它们的功能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合起来一起讲 你看八疗这个鞋位 它都在我们的什么呢 底部了 在我们的底部了 所以它的作用 大家注意 主要是我们讲的 见腰调筋的作用 腹科疾病 或者是南科疾病 是常用这几个鞋位的 常用八疗的 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 八疗中的治疗常用 比如说月经不调啊 带下呀 可以用八疗 配上什么呢 官员三疗胶 如果是偏虚的偏寒的 官员八疗 我们都可以用揪 对不对 好 痛筋这个鞋位也是常选的 不管是实证的痛筋 虚证的痛筋 我们都常去八疗 而且呢 就是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这个病人啊 紧急状况下呢 你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它吃始动药 效果还没有起的时候 我们直接给它在八疗线 做什么呢 点按 按摩 按摩多久呢 但是这个八疗血 大家注意啊 一直要按到它疼痛缓解 差不多呢 要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同学都说 哎呀 手指都会按酸的啊 但是呢 他这个就说差不多 因为痛筋 特别是痛的比较厉害的 你就要按这么长的时间 按这么长的时间 一直呢 这个病人呢 痛筋的这个患者呢 他疼痛缓解 疼痛缓解 他有一个症状 他就觉得 这个什么呢 肚子里面什么呢 好像就是气在走窜那种感觉 最好是 如果是我们说四气 就打两个屁 哎 他疼痛就缓解的要快一些 特别是对那种 有脏气的那种啊 肚子很脏 然后又痛 脏痛那种 我们说用八疗的 来治疗这一类的痛筋呢 我们说他缓解疼痛的效果呢 是比较好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到的 治痛筋 另外呢 也有用它来治不孕症的 不孕症的 然后配合呢 其他肾经啊 脾经啊 一些鞋位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八疗 我们说它的治疗 妇科疾病的作用 那么除了治疗妇科疾病以外呢 这个鞋位呢 也常用来治疗什么呢 蓝科的疾病 你看蓝科的什么呢 蓝指的胰筋 痒鬼 那么这些病呢 也是临床上的离蓝杂志 很不好治的 那么我们说八疗血呢 也是常选的 或者用埋针 或者用什么呢 鞋位注射 或者用灸 你先辨证 先辨证 那么这也是比较常用的 好 这是八疗血 我们说治疗 妇科 蓝科的疾病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它在底部 又是膀胱筋上的血位 所以说它轻易下胶的作用呢 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临床上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血位 八疗血呢 也常用来治疗 小便不利 那么小便不利 我们说很简单的 就四个字 其实它包括了 我们刚才讲的 西医的很多的 中医的我们很多的 什么呢 疾病 包括我们说的 龙臂 对不对 龙臂 然后呢 临症 另外呢 我们现在大家最就是说 最容易遇到的 就是老年人的前列腺烟 前列腺的毛病 那么八疗血呢 也是长取的 好 大家要注意啊 它治疗这个男子 就是男性的老年患者的前列腺烟呢 经常配上 环跳这个血位 环跳这个血位 而且呢 针感呢 最好朝着什么呢 会应部这个地方传 那么对 它治这种什么呢 前列腺烟 这一类的 引起的小便不利的症候呢 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那么这是治疗老年人的 或者说我们说 其他各种原因 引起的小便不利 另外呢 这个协位呢 也可以用来治疗 小孩的什么呢 医疗 也是长选的 长选的 那么我们说小孩的医疗呢 我们说如果是偏肾虚 肾阳虚的 我们经常把气海 肾疏给它配上 用什么方法呢 鸠 隔疆鸠 隔父子病鸠 如果说不行呢 温和鸠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它的亲密下交的作用 一个是治妇科病 一个是指南科病 另外呢 亲密下交的作用 另外呢 它在底部 所以说临床上啊 我们说这种 腰底痛 腰腿痛 也常用巴疗 这个鞋位的 而且呢 治疗这个 腰腿痛 腰底痛 我们也常用什么呢 鞋位注射的方法 就是用我们那种 皮式针啊 做皮式的这种针 就是针比较小的 用一些什么呢 维生素啊 包括穿胸啊 当规啊 你选一种注射液 给它什么呢 打在这个什么呢 发疗血 比如说你选治疗 好 先找到这个鞋位 消毒以后 把针呢 就把这个 带着这个什么呢 有注射液的 七号针头 一般是 刺到它这个 治疗这个鞋位上 好 有酸胀感 不要让它酸胀感太强 轻轻的回抽一下 没有回血 我们能给它大概注射器 0.5毫升到1毫升左右 就是这个病人啊 不能让它这个什么呢 酸胀感太明显 就是说 它有点酸胀感 就行了 因为 因为呢 我们说这个酸胀感要消失呢 一直要等到这个注射液 吸收的 这种有些比较慢性的 我们说 比较残扰病人的这种 做骨神经痛 它愿意做这个什么呢 鞋位注射 那么不愿意做的呢 我们直刺 我们操作都可以的 那么因为这次 八个底后孔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它的针刺 大家看一下 相对呢 也可以比较深一点 对不对 可以刺到 1到1.5寸 1到1.5寸 那么这个鞋位呢 也可以用揪法 也可以用揪法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八疗血 那么有些呢 有些病人 也可以用罐的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 肌肉也比较丰厚了 虽然是底后孔 但是大家知道 臀部 一般有些人呢 也可以扒上罐的 只要不是太瘦的 那么这次 我们要讲的 八疗这个鞋位 八疗我们讲完了 我们来看 这条线上啊 还有一个鞋位 叫什么呢 慧阳 慧阳这个鞋位 在什么地方呢 也是在底部 在我们尾骨端 旁开多少呢 0.5寸 所以说 它就是在尾骨端 就是我们的尾底部 旁开的一个鞋位 这个鞋位不是我们的重点鞋位 但是呢 因为它在腰底部 所以说我们顺便呢 也讲一讲 它的主制 静置作用 腰底痛 腰底痛 也可以取到这个什么呢 慧阳 另外呢 因为它在腰底部 相应的 腹科的疾病 蓝科的疾病 我们刚才讲的八疗的那些组织 也可以用慧阳 也可以用慧阳 但是我们说 这个鞋位呢 临床上呢 也不是太方便 对不对 取鞋位也不是太方便 所以说用的还不如八疗多 特别是八疗中的治疗效果呢 还要好一些 这个鞋位呢 操作也是支持 也是支持 那么讲完了慧阳 这个膀胖筋在背部的第一侧线 1.5寸那条线 我们讲完了 然后再靠里边的八疗血 直接下来 我们也讲完了 你看 这条线 它直接要到什么呢 窩窩当中的 据说在下肢 它还有几个鞋位 我们先来看看 陈甫这个鞋位 陈甫这个鞋位 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骨后驱 腾沟的终点 就是我们说的 腾横纹的终点 所以说这个病人 只要取什么呢 腐卧位 腐卧位 我们是比较好取的 比较好取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慧阳那个鞋位呢 它在这 这个鞋位 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不好取呢 你看腐卧位 要么就要用贵腐位 才能取到慧阳 对不对 它在底骨这个地方 不像臣腐 佛位就取到了 那么贵腐位 肯定病人不舒服的 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讲到 慧阳那个体位 我们补充一下 经常呢 叫病人用胸斜的体位 什么叫胸斜位呢 就是要他侧卧的时候 鞋盖顶到什么呢 胸部 就是侧伏的胸斜位 就是胸和膝关节 爱在一起 然后呢 你才取得到 他底部的这个什么呢 慧阳 臣腐就比较方便了 只要是佛位 我们就取得到了 这个在腾钩的终点 再往下 我们的大腿的后面 有一个鞋位 叫什么呢 阴门 那么阴门这个鞋位 就是在肌肉 比较丰厚的地方 大家知道阴就是丰厚 阴实 也就是说 它是在大腿 肌肉最什么呢 丰厚 隆起的地方 也可以怎么取呢 取一个六寸 然后呢 在骨二头鸡界 骨二头鸡 以半件鸡之间 半件鸡之间 那么就是 我们书上讲的 也在 臣腐以伪中的连线上 臣腐以伪中的连线上 那么臣腐以伪中 我们就要先取伪中了 怎么取呢 我们还是先休息几分钟 好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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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